3攻 前面那个是利普陀 后面魔王 利普施陀 合射灵波城 头上没战役 应该是利普陀 青宝宝的,打到隐身单位身上 可能是吧 我也没注意他开场干了干嘛 还行啊,刚才女儿村有宝宝的情况下是比对面地府速度快的,说明对面的这个地府不是那种很快的三宫的地府 一般来说这种三宫地府速度很快,就是变个曼珠站在阴阵加速位,应该是能快过这种女儿村的 说明还好 可能也没有针对人家三宫去调的特别难啊 还是有点抢抢速度的女儿村 现在没有宝宝的情况下是他快了 他这个也是九厘层 碎玉没封中 这个场景怎么不熟悉呢 这还能贴的 还真贴住 他为什么是三荒镜灭加一副开天 你不应该是先一副开天的三荒镜灭吗 他有可能觉得 一副开天先把怒笑消耗掉了以后,这个三荒镜灭就可能一个都抬不出来 用那个三荒镜灭先消耗掉怒笑,剩下一副开天抬得起来随便 我这一副开天显得有点呆 还可以吧,只要女儿村啊 只要女儿村能控住他的九厘层的话,我们这边的九厘层就是 孤立一束 而且他九厘层 怎么说呢 九厘层这个门牌就是很脆的 点他应该没什么问题 武装这个是天龙破层嘛,150 这环阳拉宝宝宝还得强拉一下 他物理有素 我说实在吧 我说实在吧 反而有点拖后腿 利普陀的颠倒五行就是如果克到了五行的话 伤害能加20% 持续回合加三 因为他的剑意联心这个技能的设定就是 试作克制所有五行 所以他只要起来这个状态的情况下 用的剑意联心的伤害就能加20% 一般的那种三物理 疯狂冲刺的三弓呢 普陀是不太有这个时间给自己上颠倒五行的 反正就是把把格纳飞 但是因为他这个三弓呢 冲的没那么强 所以可以虚个力 但总之我觉得他这个魔王的确是最大的问题 就如果说他是个斯陀 或者说 或者他这个魔王是个秘传的吧 也行 他这个魔王甚至都不是秘传的 就显得特别的呆 还是没起来 还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这两回有个久离城啊 等于没输出 一只宝宝都没清掉 你上一回合那还行 因为对面化成醍醐了 你可以说是自己女儿村风了 但是 再上那回合 地府是不能这样直接拉的 咳咳咳 要点他久离了 这样的话 看看宝宝的速度啊 有没有比他宝宝慢呢 他的宫宝宝可能会压尸久离城 如果出的是龟宿的话 你高速地府挂个小死亡 龟宿拉起久离城一套就能把他久离城带走 然后就好打多了 他想克阵啊 三弓开阴阵可以克到 可以克到虎啊 然后又有伤害 久离城本来也是需要速度的 对的 好 对,对,对 我是这样的 我来聊天 我来聊天 对 陣容這個 陣法這個東西說白就是猜唄 他有歸宿啊 他們女兒村的五星是水啊 所以他那個葡萄打過來更痛一點 好 這樣先鐵絕一隻 不過他也有可能會點我們這邊的九尼啊 但是掉了那麼多血 化身和地府肯定有一個單位夠星星 最好呢是化身星 因為地府的怒還要留著補光灰 好 武裝也可以 這還能貼的 貼了血盔還不是不貼呢 誒我靠 剛拉出來寶寶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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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普朵加魔王的话因为没有像师陀和凌波城这种 化身只要血量能到一半以上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伸手依然那么强移的 还得拉宝宝 没宝宝顶要不行 全都是银身啊 这样的话对面地府快啊 因为他应该知道酒力上刚刚出了武器神诱 再卖点血抓一下后再砸一下就死了 只要他能抓死或砸死的话呢 自己是不用防点杀的 但这个有个问题 女儿村可以拉一次洋护然后再拉 不然他能不能想到这个事儿 哦还真是 这二月或者是巧合啊 女儿村拉洋护宝宝强拉酒力 这样就能保证酒力成一定能出手 其他单位如果考虑防点杀再来水星清清 但是好像宝宝都动了可能没有墙拉 先清一下宝 先清一下宝 说句实话我觉得酒力成这个清宝 我应该不讲道理 我应该不讲道理 很好 那就是 天龙破城也挺好的 目前这种高级的装备啊 我可能唯一接受不了的就是那个灵溪神剑 别的我都还行 没什么说法 可能就是老板自己个人喜好 或者操作所的自己的喜好 没什么 他宝宝换掉了 没打到他 我不知道最早的武丁开山是什么 反正武丁开山在我印象当中 一直是那一个造型 我觉得也还可以 挺好的 很有后重点 挺不错的 还行防了一手 我这手防守 代价还是挺大的 因为化身和女儿身的血量都不是太好 他们估计也知道 如果九利城死了更难打 你没九利城清宝吧 你还没什么压力 就是突出一个很大 是吧 他普陀为什么没出手 我看错了吗 我看错了吗 他宝宝 你给自己吃药啊 但他可能破 啊 那那他可能破 应该要破雨狂攻啊 也也不错的 利普头的破语狂弓也挺强的 这样如果要出手的话 就得女儿称风她的九离城 武装套她的化身才行 因为她化身这把 肯定会保自己的九离城 那你还是得靠化身 他化身可能是金青啊 他不一定是水清 没套中没办法 这个套是要套的 这应该是九离城自己的宝宝拉的吧 快 九离城宝宝的速度也不是很快 不是 也不是很慢 拉人宝宝飞了 地府宝宝拉的 但是他没回伤 他的血量倒确实不多 还可以再点他挂小死亡 再继续 不过这个血量 知不支持他这么玩 这种血量 我试炼了 1215 2124 8132 8131 51617 518 2017 720 218 2017 2018 2019 2022 攻击速度有没有凝制啊 先凝制一把他也好 武装被笑了 应该是罗汉 哦 不是 武装没速度 刚好 他的酒利城太快了 哦 他这个地厅也太快 啊 啊 啊 好 再扛个几回合 他的利普陀快没药 而且他现在包里的药 也不一定个个都是能吃上的 他都不能一个九转都不带吧 他要带九转的话 现在他普陀也吃不了九转 但是他不是改了吗 如果说攻击没有防御五行的单位 原来的伤害加成是5% 现在变成了10%了 意思是打九离城 就算没有防御五行 那就相当于稳定10%的伤害加成 他们这种连孩子都自己带隐身 地府孩子都带隐身 对不起 看着或设计 也罢了 好吧 对不起 对不起 ment 好 挡 頭上有花都要用碎玉 可能是剛才碎玉都沒封中所以算了頭上有花也用碎玉 我也搞不懂 他這個碎玉封久離城這種單位都能封不中 你要是碎玉封地府封不中呢 還有句話好說 是的他前面頭上沒花封久離城第一把沒封中出花然後第二把有花再封 又沒封中 所以他現在對有花封已經不是很自信了要有花封兩次才行 其他寶寶可要頂要啊沒沒那麼多寶寶特意去多拉九離城這樣又不是 看看風影二人有可能死不了 他是拉起來吃了個小四海然後再加化身金青啊這樣的話他九離城打的如果是風影二人打過來不一定會死啊他也沒點著打 他覺得他不會再用高速拉了 他肯定是三號寶寶拉的九離城 所以是不是可以再點呢雖然說血量狀況不是很好啊 他身上沒顛倒五行了傷害降了20% 好不好意思三號寶寶開了猜錯了 差不多一個意思反正兩寶寶速度很接近 嗯這樣普頭又浪費一個藥 嗯無間還在的話他肯定還是用高速拉九離然後用九離城壓這邊的九離城 但是我感覺他最多就是風影二人吧應該不會再點著三方點著麗屁 我也不會 点女儿村 金青加了一口血 感觉也就金青的血量 我还点得活了一把 应该是不想让他压过来无间倒地 那地府小死亡是不是点挂了 可以啊 那这波压死之后 还是能延一下 我傻黑 他每个人准备 这还行 孩子可以拉 刚好他消耗的那颗五行猪 跟化身的防御五行 相同 导致的 九历城倒地也能点 加笛子给利皮 因为现在流行的阵容就是这个 还有个破野狂攻给忘了 那女儿吞拉起来可以蒸一下 不是可以蒸一下 你只能蒸一下 不对啊 好像女儿是没他地服速度快 没什么好蒸 封他魔王耍赖吧 但是耍不了赖 诶 等一下 他普通会没药了 20回合了 封魔王耍个赖先 好像确实还是有机会能拉 孩子拉起 九历城几个技能 没注意 没看到 魔神之刃 这个是更高一点的伤害 但是对面地服是一速 嗯 他肯定会五龙未开的 他肯定会更高一点的伤害 我没数 我没数 他这普通吃了几个药了 不是他中间还有一回合 拉自己的酒离城啊 然后导致没出手 然后开始耍赖 然后有一回合被封了 然后头上 还有两回合 还有三回合 是头上有两个五行猪的 我觉得他普通应该差不多没药了吧 他本来不点死地府的话 几个辅助在场上是不太好出地厅的 因为你先出地厅 人家魔王一个秒五 力补夺秒六 地厅是不太可能出的来的 但是呢 你把地府打死了 用龟塑娃娃拉 拉起来就可以出地厅了 地厅太快了 这个地厅的速度好像比话声都快 他顺法顺出来是点着地府顺 然后下一个单位是女儿村 然后就是这个地厅 来吧 现在他九离城也能起来了 他这把地府应该会延啊 不延的话武装要能起了 所以不用管 不用管九离城 或者你最多活一口就差不多了 活估计也吃不消火 就那样 我在想如果这边就魔王是石头 是不是已经出去了 他为什么不用三物理 这边不是这么方便 咳咳嘴 他怎么就和你一口 也好 脸挂了一手 很多出宝宝了 那可能是袁绍兴剑狐团队吧 打三弓补飞 轻轻松松 我上一次复战和上上次复战的时候 是不是 我上上次还没播 我就说了 以珍宝格区内跟他们复战三弓的关系 以及珍宝格的阵容 其实也掏得出一套三弓出来的 但是他们不愿意去上这个三弓 去打复战队 或者他们也不会打 在不知道阵容的情况下 你突然的你掏出一套三弓来的话 人家是不太好防的 开始秒一加秒六了 你猜到阵容 那人家什么 鼠心点加奈什么什么 那是可以扛的 就算是现在的那些什么 紫禁城也好 屈服也好 你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你突然给他来到三弓 他也玩不了 但是这么一说 好像紫禁城屈服这两个服务器 他们区内也有顶级的三弓 这种宝宝什么的随便都能拿 随便借一下就行了 因为打三弓一般要有配套体系的那些宝宝孩子之类的 对 就算是 对 好 好 恐惧 我看你很多人 我知道他在那邊看甚麼 你不要用我 不能用我 你不要用我 我看你這個不想給我 我看我這次會很難的 你不要用我 讓我再用我 我看你不太會 我等一下 你不想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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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玩這個 你不想玩我 现在血量是稍微稳住了 但是也耍不了赖啊 他这把你封他魔王 他普陀秒6 你下把封普陀 他魔王又能出手 要么这把女儿村先起个塔 干点别的 下把他普陀只能秒1嘛 然后下把女儿村封魔王 这样化身或者其他单位吧 就就可以出个地厅了 但是前提是 那也只有地府能出 因为你要把他的2号 3号引弓给清了 才行 那 我就知道他妈这帮人一天到晚想耍赖 他还水清一下 真怕女儿村去封了一下 真怕女儿村去封魔王 我说他想出地厅 女儿村就不能封魔王 女儿村就得去封他的 但是这回合不一定能清掉那只3号引弓 他利谱都能出手 那既然后面没有输出单位 不是 你要么除非确定他的引弓是不抗风的 等下把女儿村可以去封他 还是按原计划进行 他把引弓换掉了 这边也拉 可能也拉了一只高速的引弓 那你这地厅不是刚好撞引弓身上了吗 他拉了两个地厅 我操他须面还带感知的 女儿人拉武装化身活武装 引弓轻一只地厅 地府尺一个地厅 就这样呗 不好意思地府没零元啊 那地府射魂吧 怎么这怎么办 你要么起个普玉玲波也可以 封一个地厅 但是也看不出来这个地厅 看不看不封 有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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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礼物 不是没有礼物 你这么密码 想做什么 是吗 你这么密码 就是 沒有礼物 有没有礼物 有花是不一定不抗风的 不一定不一定 本来没花风玩有了 但是也有可能是抗风的 不一定的 不一定不一定 但是以後的事情可以把你打到的房子 但是以後是一條一條一條 一些派對方的時間 但是要不然 但是要不理會 也不理會 但是要不理會 但是要不理會 只要不理會 所以要不理會 那麼就要不理會 但是要不理會 以後能不理會 мос heart 你又想不想看 卻是失敗 有問題 有問題 可惡 你叫我發掘